哎呦 那字怎么写了这 呦 这个符号乍一看不明所以 但如果出现在漫画书中 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不就是鼻子吗 其实它是字 自己的字 嗯 听到这儿 很多人会指着自己疑惑 哎 别忙 手不要放下来 你看 你的手指多半正指着自己的鼻子呢 全球范围内 对于第一人称的标定 有排胸脯的 有指心脏的 但如果指了鼻子 多半是被汉字潜移默罢了的 男男黑旋碰李逵 水浒传电视剧中 李鬼捷到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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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逵大拇指戳着自家鼻子恶声道 爷爷才是黑旋碰李逵 哎 它怎么不指着胸口 不指着眼睛 偏偏指着的鼻子呢 三国演义里 《竹酒论英雄》这一段也是个典型的鼻尖体 曹操指着刘备的鼻尖说 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而言 文听此言 刘备筷子一扔血压冲顶瑟瑟发抖的同时 鼻尖上还要冒出冷汗 由于日常生活中 这个动作再普遍不过 以至于人们很少去想其中的缘由 好似我们的手指和鼻尖 有一种魔法般的对应关系 时不时的 哎 就要连线一下 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哎呦 这一切的答案都要溯源到汉子最初的形状上来 古人在设定字这个符号的形象时 既没有挑选嘴巴 也没有挑选耳朵 而是刻画了鼻子 说起来 鼻子是人脸五官里位居正中的那个 且最为突出高耸 眼睛也无法跨越他看到同伴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自我的代言 嗯 鼻子确实首当其初啊 鼻子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的突出 以至于有好事者进行研究 西方人对话时 视线的焦点多在眼睛 而东方人则更关注鼻子 这种着眼点的区别来自于文化差异 不过我们对于鼻子的使用 也确实有着独到之处 比如对于极细微状况的感知 我们一般会落实在鼻子上 嗯 嗅到意思是什么 这既可以是伤机也可以是危险 甚至是阴谋或者爱意 如果仔细观察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将自我与鼻子 互相替换的下意识动作是非常常见的 以至于我们不但指着自己的鼻子 也经常指着别人的鼻子 或许这是锁定目标的最快方式 甚至鼻子也是认知识别的一种方法 世俗文化中对鼻子的形状做了分类 什么阴沟鼻 蒜头鼻 朝天鼻 这个鼻呀那个鼻 鼻子的形状和自我的命运被人为的绑定 也形成了一整套鼻子形状民间算法大数据系统 当然如果蒙对了 说不定还会登鼻子上面说得更加有鼻子有眼 回到这个符号 后世的汉字为了更加精准 也是为了尽量区分自我和鼻子 只好在字的下面加了标注就成了现在的鼻 这下你知道鼻这个字为什么最上面是字了吧 当然如果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极度成功 自此他就会被称为鼻子 后人就会知道 哦 这个领域来自哪里 今天你写字了吗